美股周二小幅收跌市场关注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首轮电视辩论 佩洛西与努姆钦就财政刺激计划进行谈判 这两大因素成为影响投资者近期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此外美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数持续增长 纽约市官方周一表示该市的单日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数月以来首次回升至3%以上 纽约疫情再次加剧令投资者感到担忧 各股方面未来汽车股价周二收盘大涨10.85%报20.85美元 股价盘中触及历史新高21.12美元 德银此前发布报告称 未来汽车可能成为下一个标志性的汽车品牌 预计未来汽车在其SUV1C6的推动下 第三和第四季度的交付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德银还维持其对未来汽车买入评级 并维持24美元的目标股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